巅峰退出TVB的男星 第一位 江华 长相俊美的唐僧 义正义邪金蛇郎君 进入TVB后多是配角 却处处出彩丽娅男主 随后TVB没落 转战内地 40岁时应并退圈 第二位 罗嘉良 他是TVB第一个 三界势地无人能敌 长相出众演技过硬 观众远好受到力捧 事业巅峰离开到内地发展还结婚生女 第三位 吕颂贤 老一辈心中最经典的林狐冲 港版木村拓栽 可惜随后没有经典角色人气最高离开TVB 到内地开速食餐厅还干起直播行业 第四位 马俊伟 凭借陆顶记康熙走红演艺事业顺利 随后出演许多经典作品 成为一代剧女的回忆 当红时期退出TVB 开办教育中心 还入独北大 第五位 陈锦红 他的许文强至今是TVB经典角色之一 2011年 事业巅峰时期宣布退出娱乐圈 全心全意照顾自闭症的儿子 如今付出转战内地 第六位 温兆伦 凭借刘金岁月拿了TVB最后一个试地 外形优秀感情生活混乱 被称为渣男始祖 事业上升期离开TVB在内地结婚生子 最后一位 林俊贤 巅峰时期有香港第一美男称号 事业红火时离开下海经商两度经历失败 如今61岁外貌变化大不负当年帅气模样 当年的TVB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你觉得他们谁最可惜